天晴色的烟雨 而我最等流 乘风2024五公分组选曲 六首歌曲 三大阵营 队长分别为陈浩宇 七威 何杰 各组舞台各剧特色 何杰组人气高盛算大 陈浩宇组人数多 七威组原创歌曲亮眼 队长秀舞台再次演绎 是一经典歌曲Superstar 乘风2024五公分组选曲 一共有六首歌曲 三大阵营 这一次的三位队长分别是陈浩宇 七威 何杰 何杰是凭个人人气拿到的乘风二团队长位置 陈浩宇是四功成绩第一的乘风一团队长 而七威是剩下的姐姐 乘组自动成为队长的 一直到五公 七威无论上一场输赢都是队长 所以这一季节目组捧谁 谁会是最终冠军 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武功的和解组 陈立军 刘欣 韩雪 郭碧婷 王林 苗苗 这一组有七个人 两个人气亡刘欣和陈立军都在这一组 武功获胜的几率很高 他们组第一个舞台是破风 全组人都上了 第二个双人秀舞台 是刘欣和陈立军合作的东风破 终于两位人气王合作舞台了 相信这个舞台成绩肯定会非常好 何杰也很想赢 派出了两位人气高的姐姐合作 让自己的大组营念更高 武功的陈浩宇组八个人 比别的组人数多一位 第一个舞台是山风点火 参加的姐姐是陈浩宇 郑妮可 孙夏玲 万妮达 谢金燕 张于希 柳妍 第二个舞台是袁亚维和万妮达 合作的歌曲《问风》 这首歌曲上一次改编很成功的版本 还是天赐的声音 吉克俊逸和歌合作的版本 真的很好听 不知道浪姐版本能否超越 武功的七维组七个人 第一个舞台是《密不透风》 是一首原创歌曲 参加的姐姐是七威 蔡文静 萨鼎鼎 尚文杰 朱丹 杨锦华 双人秀舞台是生活倒影 尚文杰和法国姐姐Joyce 其中陈力军 刘欣 万妮达和尚文杰 是有两个舞台的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更累一些 武功再次出现了队长秀舞台 之前的队长秀是六人舞台 这次队长秀是三位队长的演出 表演的歌曲是She the Superstar 也是集Ellen在成风2023简短的拉票唱完后 节目组大概也知道这首战歌的力量 再次选择 去年在比赛过程中 无数网友都在期待Ellen能唱She的歌曲 但节目组没给 今年让陈浩宇 何杰 七威三位姐姐翻唱 倒是很好的安排 但也很容易出现车祸现场 还有网友说他们三个人的音色和She的音色有相似之处 能否有新的音乐元素突破还不好说 只希望不要改编的太过怪异就好 整体的七个舞台中 团体舞台基本为唱跳 双人舞台可能站桩唱更多一些 你们看完认为哪一个大组的迎面更高呢? 自从浪姐这档综艺节目开播之后 每一季都会掀起一阵风浪 一开始的那两季是真的很火 每天的热搜都会上不停 相比之下 现在的热度和收视率都是远不如前了 但是比起其他综艺来说依然能称之为爆款 不知不觉中 这档综艺就已经播出到第五季了 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姐姐的阵容依然是相当强大的 中外姐姐加起来一共有36位 这样的人数 不管是放在什么样的综艺当中 都是一个相当炸裂的存在啊 现在姐姐们的第二次公演已经结束了 经过四期节目之后 姐姐们的表现也是被观众全都看在了眼里 谁好谁坏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定论 看完二公之后 有几位姐姐我想重点聊一下 浪劫五二公落幕 四人让人太惊喜 两人口碑逆袭 三人太尴尬 第一 乔伊斯乔纳森 乔伊斯乔纳森这个姐姐 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 在一公的时候 乔伊斯乔纳森的唱功 就被观众称之为开口柜 这次更了不得了 因为这次乔伊斯乔纳森 选择的是二人曲身后 一方面 身后这首歌曲非常经典 传唱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 乔伊斯乔纳森的嗓音 真的是太好听了 而且和这首歌简直不要太配 在乔伊斯乔纳森的演绎之下 这首歌真的是听哭了全场 也毫无意外的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如果要说一公的时候 乔伊斯乔纳森是让观众认识的话 那这次二公就是直接圈粉了 反正我是彻底被姐姐的好嗓子征服了 实话实说 我希望乔伊斯乔纳森每次都选站桩唱歌的舞台 因为音色太美了 选唱跳的话就是一种浪费 第二 陈浩宇 陈浩宇在出舞台的时候 就让人非常惊喜 线下的投票也是名列前茅 不过 陈浩宇的第一次个人喜爱度排名并不高 这还是让人挺一难评的 毕竟在一公中的表现相当惊艳 看了二公之后 我真的想说陈浩宇想不火都难啊 在出舞台和一公的时候 大家已经见识过了陈浩宇姐姐的唱功 在这次的二公中 姐姐的舞蹈也出圈了 当我看到其他姐姐都在后面跳舞 而陈浩宇姐姐 却在前面跟着半舞一起下腰的时候 我是真的彻底被圈粉了 话说这个动作 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足见陈浩宇的功底有多强 这个妖力真的是绝了 别的不说 单从陈浩宇这个唱跳的实力 我觉得她的个人喜爱度 肯定会一路逆袭到第一梯队的 第三 李佳格 作为没人选的姐姐 李佳格被迫分到了万物盛开法则 没想到还因祸得福了 这个组里的所有姐姐都憋着一口气 以至于小考的时候非常有团魂 结果拿到了赛前秀的机会 李佳格是这个组里最会唱的姐姐 毕竟是殷宗选秀出来的人 于是她得到了这个机会 虽说李佳格最终输给了韩雪 但李佳格本人却是大赢家 因为观众看到了她的实力 毫不吹嘘地说 李佳格的表现是让人惊喜的 如果要是再有机会的话 希望姐姐能选一个二人战装曲 因为这个是观众喜欢看的 也是能让自己最快出圈的 毕竟唱功摆在那里了 第四 赵一欢 赵一欢在这次的表现 也是让人挺惊喜的 本来这次的万物盛开法则 和上次的有你在 都是一个类型的 都属于可爱的小田哥 但赵一欢却两个舞台都赶上了 当然赵一欢自己也是不愿意 两次都选同类型曲目的 但她的个人喜爱度太低 被迫只能去被人选剩下的歌曲 原本以为赵一欢两次都玩同样的风格 会让人看腻 没想到姐姐却在台上打起了架子鼓 你别说 从赵一欢这个表现来看 这是有一定功力的 要不然真不能这么帅气 开场跳钢管舞 这次又打鼓 真不知道赵一欢还有多少隐藏技能 瞒着大家呢 第五 金梦佳 金梦佳在一开始的时候 靠哭来抢镜 让人非常尴尬 口碑下滑严重 在这次被尚文杰换到了孙夏琳组之后 金梦佳居然想要竞选队长 这更是让观众觉得无语了 毕竟他在唱跳方面就是门外汉 不过 金梦佳在这两次的向上管理却是非常圈粉了 让他直接口碑逆袭了 在一攻的时候 金梦佳各种鼓励队长郭碧亭 这次又各种给孙夏琳加油鼓励 不得不说 有金梦佳这样的队员 那队长还是成长挺快的 第六 郭碧亭 一开始的时候 郭碧亭被选为了一攻的队长 可是他的佛系却让人有些尴尬 毕竟浪姐是一档走出舒适圈迎接挑战的节目 郭碧亭佛系的表现和节目的调性是不匹配的 真没想到在二攻的时候 郭碧亭居然用自己的佛系思维来开导刘欣 本来刘欣一团乱麻 不知道该怎么管理团队 没想到听了郭碧亭的思路之后 毛色顿开 刘欣的不好意思没有了 这个队长也当得越来越称职了 同时队伍的整体呈现也更好了 不得不说 因为这件事 郭碧亭的佛系还让自己的口碑逆袭了 第七麦黛威卡 麦黛威卡在这次的表现是让人尴尬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合唱的时候 麦黛威卡很多时候是没有张嘴的 简直就是在烂鱼冲树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麦黛威卡后期就退赛了 原因是跟不上姐姐们这种节奏 其实从这次的二攻就能看得出来 麦黛威卡确实是有些吃力的 不过 我觉得只要多练的话 麦黛威卡还是能拿下整首歌的 或许她觉得自己的发展方向在泰国 所以不太看重内衣市场 也就没那么拼吧 第八 韩雪 韩雪在这期节目中自己是有些尴尬的 在真人秀部分 韩雪和乔伊斯·乔纳森一起泡脚 当时韩雪问了一下 乔伊斯·乔纳森有没有去过杭州 没想到对方却说 和前总理一起去过 大家都知道 韩雪的家庭背景挺强大的 这也让她非常自信 本来韩雪也就是想要给乔伊斯·乔纳森 讲一下这边的故事 没想到却被对方的实力彻底震惊了 看着韩雪吃惊的表情 真心觉得她是有些尴尬的 第九 郑妮可 大家都知道 郑妮可是顶流女团成员 唱跳实力绝对是这一季姐姐当中的天花板 然而 让人没想到的是在这次的训练过程中 孙夏琳却指导郑妮可动作 这真的是太让人尴尬了 作为专业唱跳选手来说 郑妮可应该是分分钟学会这些舞蹈动作的 这可比中文歌曲容易多了 不知道是为了节目效果 还是郑妮可没有用心 反正看着郑妮可被抠动作的时候 多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的 大家觉得呢